大家好,我是二佛,我又来了 当年,每当我对人说 我去过好几次马达加斯加的时候 总有人问我 有没有见到马达加斯加的企鹅 对此,我只能摇摇头 但心里也感叹于好莱坞电影的 巨大影响力 马达加斯加确实没有企鹅 但非洲也确实有企鹅 不过只存在于南非国和纳米比亚 被称为非洲企鹅 因为腿脚是黑色的,也叫做黑脚企鹅 虽然很多人听过 马达加斯加这个名字 但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却停留在子虚乌有的企鹅层面 着实让人哭笑不得 那么,真实的马达加斯加 究竟是何许国家? 该国的人又是何许人? 今天为你梳理 马达加斯加之罪 马达加斯加是印度洋上的岛国 国土包括马达加斯加岛和周边小岛 但在地理划分上 马岛隶属于非洲无疑 因为它距离非洲大陆仅400公里 通过莫桑比克海峡 与非洲大陆的莫桑比克格海相望 马达加斯加岛是非洲第一大岛 面积59万平方公里 如果大家对59万平方公里没啥概念 我们可以做几个对比 法国的本土面积大约是55万平方公里 德国为大约36万 英国为大约24万 也就是说马达加斯加比这些欧洲大国都大 再来对比下中国的台湾岛 59万平方公里面积的马达加斯加岛 是面积为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岛的16倍 还要多 马达加斯加也是全球的第四大岛 仅次于格陵兰岛 新井内亚岛和婆罗洲 马达加斯加被人叫做世界第八大洲 这绝不是戏称 因为它具备一个大洲所包含的主要元素 首先是地形 一个大洲一般都会包含多样的地形 比如山地、高原、平原、盆地等 马达加斯加岛的地形共分五种 一、中部为海拔1000至2000米的中央高原地区 错落分布着平原、山丘、群山和盆地 二、东部为宽度25至100公里 起伏不平的山坡地形 三、西部为平原和高原地区 地形起伏较缓 四、南部主要是平原 地形较为平缓 五、北部以盆地为主 地形复杂 细火山及喀斯特地貌 查拉塔纳山海拔2876米 为全国最高峰 其次 马达加斯加拥有与众不同的动植物体系 岛上80%以上的动植物 在其他地方都不存在 造成这种与众不同的原因 当然是长期的与世隔绝 独立的严近路径 早在1.35亿年前 随着刚瓦那超大陆解体 马达加斯加跟随着印度板块 从非洲、南美路块分离出来 而在8800万年前 马达加斯加又与印度板块二次分离 之后就一直孤悬海上 与世隔绝 最终造成了岛上动植物 只能独立演化 从而形成了今天 我们看到了场景 江湖人称 黄山归来不看月 马达归来不看猴 这话说的正是 马达加斯加特有的猴类 狐猴 狐猴是最原始的猴子 开始的时候其他大陆也有狐猴存在 但因为物尽天择 适者生存 其他大陆的狐猴 在竞争中要么灭亡 要么演化为现代的猴子 所以现在已经找不到狐猴的踪影 俗话说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霸王 因为马达加斯加在几千万年前 就和大陆分离 岛上的狐猴 因为没有凶猛的天敌 以及作为灵长类的高智商 狐猴在岛上繁衍生息 从雨林到沙漠 从高地到平原 到处都是狐猴的身影 狐猴种类繁多 已经发现五鼠二十一种 或许还有新的种鼠被发现 狐猴体型各异 毛发浓密而柔软 色彩和斑纹多种多样 大部分狐猴成微红色 褐色 灰色和黑色 环尾狐猴又称作马达加斯加猫 它们背部成灰褐色 尾部有黑白环纹 是马达加斯加最常见的狐猴种类 黑美狐猴主要分布在马达加斯加 北部的诺西贝岛 因为脸黑如炭 又被戏称为黑脸包公 另外 鹤狐猴 红领狐猴 维氏缅狐猴 大狐猴 竹狐猴等等种类 都各有特色 而狐猴里体型最小的种类 是鼠狐猴 它们还不到人的巴掌大小 体型和老鼠差不多 因此也可以直接叫做鼠猴 鼠猴有着水汪汪的眼睛 长长的尾巴 十分可爱 它们主要生活在马达加斯加 东海岸的原始森林中 白天在树枝或树洞中睡觉 夜晚活动 食物主要是水果 花卉 花蜜 也吃昆虫和鸟类 因为鼠猴萌萌的长相 所以 岛上很多人把它们抓住 关在笼子里 出售给游客 以前我们在马达加斯加 出差的时候 也买过几只试着喂养 但由于饲养条件 不能满足鼠猴的生活习性 几天后 它们都死掉了 你一定在电视上 看到过猴面包树 胖胖的树干十分光滑 树冠很高 叶子也不是很多 当然 这又是马达加斯加的象征之一 猴面包树林蔭大道 坐落在马达加斯加的西南部海岸 其实 猴面包树也有好多种类 不是所有的种类都长这样 猴面包树林蔭大道的种类 叫大猴面包树 现存的猴面包树共有九种 除了非洲 地中海 大西洋和印度洋诸岛 澳洲北部 也都可以看到猴面包树 中国福建 广东 云南的热带地区 也有少量栽培 马达加斯加的猴面包树有七种 其中六种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别看猴面包树外表 好像很坚硬的样子 但其实它的内部组织松软 是典型的外墙中干 但正是因为这样的体质 猴面包树得以能在树干中大量储存水分 据计算 一株大一点的猴面包树能存储几千公斤的水 因此猴面包树能很好适应气候炎热干燥的地区 能忍受平均温度40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 在马达加斯加 一棵猴面包树在极端气候条件下 甚至可以养活一家人 这是因为猴面包树的全身都是宝 除了树干中的水可以喝之外 猴面包树的叶片和果实都可以当成食物 它的叶子可以当作蔬菜 用来做汤 味道极好 营养价值也很高 而把叶片捣碎之后 还可以用来做调料 它的果实含水量非常大 是橘子的十倍 榨成饮料后 味道酸酸地放进牛奶和清水之中 味道都非常好 猴面包树的种子 则可以用来榨取食用油 一个果实中含有大量的种子 而种子的含油量高达15% 并且榨出来的都是上等的食用油 除此之外 它的果实 叶片 树皮都可以入药 当地人拿它们来治疗瘧疾 效果良好 如果你爱吃冰淇淋 那你一定听说过香草 不管在什么样的冰淇淋店里 香草口味的冰淇淋 都是很受客人喜爱的 香草从广义上是芳香植物的统称 比如薰衣草 迷蝶香 百里香 获香等 但今天要聊的香草专制香夹兰 其又叫香草兰 香草等 香夹兰的香味来源于其豆莢里 宁为香草精的化合物 但香草的鲜豆莢并没有什么香味 需要经过杀青 发酵 烘干 橙化等一系列的加工流程 才能散发出浓郁的香味 一般情况下 上一年11月份收获的鲜豆莢 需要到第二年的5月份 才能完成加工上市 香草原产于墨西哥 西班牙殖民者把他带回了欧洲 欧洲人又把香草带到了其他地区 但由于当时种植技术低下 香草自然受粉条件苛刻 所以香草的产量很低 用香草制作的甜品 糕点 香水等 只有贵族才能享用 直到1841年 马达加斯加的一名12岁的奴隶 发明了用削尖的竹片 为香草花人工授粉的方法 从此 香草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幅提升 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 比较常见的香料 目前 马达加斯加的香草产量 稳居全球第一 占据了全球香草种植面积的70%以上 是妥妥的香草王国 如果我要说 马达加斯加大部分人的祖先 来自于中国南部 你会不会惊掉下巴 那你 你一个非洲国家的人种 居然和我们堂堂天朝扯上关系了 其实 真实的情况是 马达加斯加岛上原本没有人居住 在大约公元前350年 至公元500年间 南岛人从印度尼西亚的婆罗州驾驶独木舟 远舍重阳到达了马达加斯加 南岛人又是何许人言 他们的祖先其实来自于中国南部 由于中国的文明发源于黄河和长江两大河流 在上古时代 掌握了先进技术的北部农民 不断向南扩张 中国南部的土著由于技术落后 被迫渡海谋生 散落在了南太平洋诸岛之上 因此 他们就被称作南岛人 南岛人到达马达加斯加后 又有不同的族群陆续来到岛上 其中就包括在公元1000年左右 横渡莫桑比克海峡 从非洲大陆过来的班图人 随后 还有阿拉伯人以及其他族群 以及最后来的法国殖民者 各个族群在岛上经过了长期的融合 最终成为了现今岛上复杂的族群 但由于南岛人来得最早 发展得最久 人数也最多 所以 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大部分人 还是长着和印度尼西亚人差不多的面孔 马达加斯加不乏美女 现在的总统安德里 拉乔丽娜的夫人米亚利 就是一个美女 她温柔干练 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而每年举行的马达加斯加小姐选举大赛 更是美女云集 让人目不暇接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你的关注 就是我的动力 我们下次见